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的良心 跟你做的事情 真实的事情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展现出来 给别人看到的是一个故事 但是真实的 你的目的 跟故事后面背后隐藏的 到底是什么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一直相信 这个真实跟这个良心 老天爷都在看 我有时候是这样相信 我觉得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Best Offers 它的中文叫 Best Offers 叫做 什么拍卖诗 吉木拍卖诗吗 反正就在卖一幅画 它里面有一句 句话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这部片 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 不见得是真实的 有时候只是我们被引导 我们被自己引导 或是被 什么引导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事情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希望对大家都是正向的影响 就算是一坨屎 它也可以变成肥料 所以我希望不管你们怎么看 不管任何事情 我希望你们看到的不管要怎么解读都好 我希望能影响到大家的都是正向的 至于事情的真谓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这一辈子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只要我们问心无愧 其他的交给他 老天爷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信仰 但是就是 你的老天啊 耶稣啊 神啊 佛祖都好 我一直相信这个宇宙 有很多宇宙 这个地方 这个 有个能量场 它一直有人在看 我们在做什么 起心动念 不管你有没有做出来 你的起心动念 都会影响任何一个结果 我一直相信是这样 所以 当然 很多过程跟路途 我们会 那怎么讲啊 每个人 每一个人 没有好人或坏人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会做的行为 都一定有他的目的 我还是相信 没有人会刻意想要害人 或者是 怎么样 那不管认不认识 我都无所谓 我不 我不认识的人 我就不会想要 讲任何东西 那 我希望 在我身上 对你们的影响 会是好的 即使是 即使你们看我是一坨屎 好了 假设 像一点 吃菜的屎 好了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他对你们来说是肥料 不是 对 那就是取决于你们怎么看待了 如果能对 你们看到的人产生 对你们的人生是好的影响的话 我会觉得 这些事情都是很值得发生的 人生真的很短 我常常讲这个 我们要多花点时间做 对自己 还有让自己比较遗憾的事情 很多事情要改变 一须真的从面对 面对开始 我今天有跟那个师大的学生们 同学们分享 呃一个那个Walt Disney 那个话 我不 欸 华特迪士尼是不是 就是那个Disney 他讲的一句话 他的意思是说 他他他里面他里面讲说 你要让一件事情开始 那就闭上嘴 做就对了 嗯 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那些 不管旁边的声音杂音怎么样 我相信一定 一定会难受 因为我 我也是 我也没有到正能量到 哦什么每天很 No 不可能 我还是必须常常要跟自己对话啊 怎么样啊 什么什么 还在调试 但是 我相信你一直往前走 往前走往前走 你越爬越高 那些声音就会领你越来越远 那重点的是 你越来越高 那些声音还在原地 我不希望 追踪我的人 是那一些还在原地的人 我希望你们都是可以越爬越高的人 那至于其他的人怎么选择 我觉得都是尊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那我觉得今天有缘 不管在这个时间还是什么 遇到 今天好像话有一点多 嗯 嗯 但是很开心 再来就是 这几天我真的要努力叫稿了 就是 希望你们可以 支持我的第二本书 虽然第二本书 它也许 嗯 它的议题可能没有 嗯 我先不要预设立场好了 反正等它出来之后再说啰